对了 对了 另外啊 你得特别注意这门人的头部队 往后有机会 能除掉一个除一个 不能留着这帮祸害 队长您放心 我已经安排可靠的兄弟 都顶着你 四十里村居地儿怎么样了现在 居地儿大概还在十来天 我安排了半个班的兄弟 隔那儿只有努力 您放心吧 好 行 那你去吧 我去了 好 你说我说你俩什么好了 表哥千叮宁怪嘱咐 说不让冲磨 不让冲磨完电话飞去 偷偷摸摸地去了 长能没了是吧 是不长能的了 我跟二龙真是倒得早了 我倒得晚一点 你俩是不是命就没了 是不是命没了 你毛呢 我说你呢 你洗完了去外边看一看 去看看那个坟 你说你死了对得起谁 对得起谁 对得起谁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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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没了 你把这种人也给你 我不是说你 你死了 我就是一只能 你死的 你死的 我好像没了 你死的 你死的 我不是说我 我能死的 我才能死的 我死的 你死的 我死的 你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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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去了一下城外的交通站 是不是这分区首长 还在研究我们的报告啊 说不准 小辰 你每天 必须去一趟城外交通站 如果有现在对合军分区的消息 我送回来报告 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特别要小心特务队 和他们网络的罕见密谈 行 你放心吧 秋生 你明天去一趟围支会 告诉吴胖子 我要请他喝酒 好 看看能不能 从他那里摸到一些 有价值的情报 小姐 我看你这屋灯还亮着呢 我给你熬了一碗银耳汤 你喝一碗再睡 我睡不着 你先去睡吧 小姐 你是不是有什么新事啊 我能有什么新事啊 我没事 你别瞒我了 自打天主哥他们走了之后啊 你啊 就跟丢了魂似的 你这个鬼丫头 竟瞎说 我在想正事呢 小姐 你别太担心了 天主哥 他平时粗粗拉拉的呀 但是 他心细着呢 别担心了 这个白眼狼 都走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想个办法给个消息 我知道 你啊 就是想见人 没关系 这不是早晚的事吗 你啊 就别熬着了 走 睡觉去 哥 吃点老玉米 不吃了 你吃吧 谁咋样 好点没 好多了 这不 看着修这个 芳儿 你看这门窗 你这折腾多少回了 以后你的暴脾气 得改一改啊 我改什么改啊 姑奶奶就这样 你说你这每次折腾完了 你看这些手下 都怎么议论你 这不好 谁敢议论我 谁议论我 我找谁去 再说了 这不都怨你吗 这要不是你把我给锁屋里 我能把门给揣坏了 这 我把你锁屋里 我不是对你好吗 我不是担心你吗 我晚上带着兄弟们出去 打完小鬼子 第二天早上就回来了 我不是想让你高兴高兴 你让我高兴 我哪儿高兴啊 我都急死了 差点急疯了我 是真的 真这样啊 不然我跟你说啊 从小到大我没见你这样过 来来来 封一我看看 刘赖子 你什么毛病 你能不能判我点好啊 喜欢看我疯 哥 我是来跟你说正事的 我觉得呀 以后这磨判岭啊 咱还是别去了 你说 咱现在就这么几十个兄弟 就这么几杆枪 咱们拿什么 跟这么多个小鬼子拼啊 这不拼也不行啊 小鬼子都顶到咱们家门口了 你看这帮矿工兄弟们 没吃没喝 再说了 这矿 是老爷子给咱留下的祖产 不能就在我手里吧 再说了 还有最重要的 老爷子临终前交代的事 我都得办 那个哥 算了 你说你每回出去一回 弟兄们就少几个 这人都没了 咱留这矿有啥用 小姐 装好了 哥 还有一更要紧的事 什么事 你说 你也老大不小了吧 是啊 你总得有个人照顾你吧 没错啊 小岚呢 你看人家姑娘 又年轻又水灵 那身段 没准给你生一大堆 大胖小子 那到时候咱多高兴 刘赖子 你长脾气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今天这事你应也得应 不应也得应 其他不敢想的事 你帮我想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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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队长到了 你带她去后花园 我一会儿去那儿找她 刘爷 你没事吧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快要到这儿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不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也得罢了 我去哪儿 你可能不去哪儿 你不是大人 我去哪儿 你不是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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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什么事 那个 我想找你商量件事 什么事啊 夏姐请讲 你不是已经找到杨天柱他们了吗 你这两天安排一下 我想去看看他们 给他们送点东西 这事恐怕不行了 最近日军和特务队活动得非常频繁 万一出点什么差错 咱们不光保护不了天柱他们 你也会有危险 我叫你来不就是为了这事吗 有你保护我能有什么差错呀 大队长临走之前让我好好照看你 别让他担心你 再说了 他最近可能要来余书镇 万一他来了发现你没在家 我怎么跟他交代 行吧 那我不为难你了 等我爸来了 我自己想办法 好 要你走了 她还能遵御 吃点蛋糕 千尔棠 每天都可以带他 去吃点蛋糕 快咱们摆了 天若 你快去给她 带她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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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去 快去 会长 会长 说呀 什么事 会长 丁武回来了 说有重要事向您报告 他有什么事要跟我汇报啊 叫他进来吧 进来吧 会长 小的有重要的消息 跟您报告 重要消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处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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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会被人不知行 现在 特务大を診察に 死隊に 分かると思います 特务大員の 致敬に悔しく ところを はっきり 発揮させろ 位置工程が 上手くいくように 帝国文書を早めに 清滅せねばならぬ 特に遊戯隊と 八郎の 終局も 気をつけないと はい 不可以的, 稍等一下 不可以的, 稍等一下 不可以的, 稍等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卢先生, 根据我的情报 吸扰墨潘岭的飞头不是八路区 对, 不是八路 是墨潘岭前铜矿的矿主刘赖子 刘赖子 对, 就是刘赖子 皇军清剿了墨潘岭 并征用了他的铜矿 他一直怀恨在心 所以他纠结了一批人 跟皇军对着干 企图想把铜矿给抢回来 所以证明 这个启扰皇军据典的人 就是刘赖子 可信 呃 吴先生 你的情报可靠吗 绝对可靠 他们现在在哪里 他们就躲藏在 墨潘岭附近的山奥里 这个山奥的名字叫野狼五 我已经派人潜伏到他们那里去 继续了解他们的情况 吴先生 你得打打得好 谢谢太金部夸奖 谢谢太金部夸奖 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如果能够剿灭流来子 我想立刻提拔你 做特务队的副队长 协助麻生菌工作 谢谢太金提拔 谢谢太金提拔 今后你还有重要的情报可以直接向我汇报 明白 太金 那我就先告辞了 谢谢 长官 他从前几十六停降车 没有拒绝 对 老四 让呃海承拦到 是 中山 企务 如果真要让我 我就是将直接托越来子 那就这样 要不做 我现在要向黄泽君传计 把人招待到今夜十一 把人招待 让人担心地 把流来图巾放进去 这就是 把人担心抵抗分析 是 吴会长 大家光临 有失愿迎 能有事远您 孙老板 孙老板 坐坐坐 孙老板 请坐请坐 梁老板 你也请坐啊 可不敢可不敢 您二位卖用 我呀 上后头给您起热菜 老您打架了 老哥啊 您可有日子没来了 真是怪想您的 这不 今天我让秋生啊 特意把您请来 咱们拒绝啊 你看看 你看看 到底是老朋友了 没白教你这个朋友 还真想着我呢 这不是应该的吗 当初要不是您吴会长大力相助 我这酒家哪能开这么顺当啊 来 我敬老哥一杯 我看您的气色不太好啊 最近忙什么呢 感觉有点累呀 好不了 今天招劳工 明天抢粮食 这个杜鞭呢 比这个野村还阴 还损 还坏 砸中东西 你说您这么安前马后的 给他们卖力气 怎么着 怎么着他们也得重用您呢 谁说不是呢 这个杜鞭这个笑面虎啊 还是个中国通 把你当个狗一样 拎过来踢过去的 稍不中意啊 那杨刀就搁到脖子上了 你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哪天不被他们弄死 也得被他们吓死 喝喝喝 好 这下个人 可能是吧 我去不吃了 这下一个人 可以吃了 就吃了 对 就吃了 真的 吧 我吃了 你不认识 要我说呀 这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干脆您就辞了算了 我听说前两天您不是帮助日本人 去招绕那个特务队吗 您不如去这儿谋个差事啊 你咋知道的 我这儿啊 成天吃饭的人多 前两天有几个说是黄军特务队的 到我这儿蹭吃蹭喝 也不知道真假 反正看着不像正经人 你没跟他们说 这是黄歇军长大队长的买卖吗 我给做的饱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也不想给您和长大队长添麻烦 别怕他们 一帮狗东西 我跟你说啊 特务队这个差事啊 更选 成天地打探八路的行踪 原来那个真机队的狗队长 不就是这样 被八路军给沾死了吗 我才不想冲这个眉头呢 是是是 那是 平安要紧 平安要紧啊 好 会长 您多喝啊 好好好 好 二位 慢用 好好好 忙去吧 吴会长 这日本人抓劳工 怎么没完没了的呀 你操这行干嘛呀 你操这行干嘛呀 这余处镇的人越来越少 谁还到我这儿吃饭呢 可不是了 这不 这杜鞭 又给我派差事来了 让我在半个月之内 抓五百个劳工 说是送到墨盘岭 原来流赖子的矿上去 你说我上哪儿给他抓这劳工去啊 是啊 三声 大家也可以 水 喝酒 休息 不好 小说 少爪 喝酒 好 你 爪子 写了吗 我怎么瞎花钱呀 咱爹吩咐了 那行 这些年底在杨家 次还老子次还少了 应该 爹 这是我该做的 谢谢爹 谭主 咱又想定没了 想想就对不起他 进了杨家的门 就没过过 一天安稳的日子 桃子也是 我出门收痞子 一走就十天半个月 就他一人在家撑着 我就想不明白 咱们没招他 没惹他 好好的一个家 就让这把畜生生生给毁了 天忠 咱亲人们有载天之灵 能看见咱们正给他报仇了 心里也会安心 对 还是那句话 活着 就为了踩这把畜生 多活一天 都踩一个 小鬼子别想从余书镇活着离开 要不然 活着真没啥意思 天忠 既然道理你都懂 咱浴室就得沉着冷静 不能瞒干 咱早晚有有一天 就把小鬼子赶出余书镇 是 我 Know 我看谁 有情况 打架了 你 行 干什么 谁 天忠哥 我这树根是中药 兄弟 大晚上的你咋来了 田柱哥 我有急事要找你 啥事 屋里说 走不了 带晚就来不及了 鬼子今天晚上要袭击刘赖的驻地 李英杰队长让我告诉你 一定要想方设法通知他们 立刻转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过来 你说人家大半夜的 大劳远跑过来给你送信 人家图啥 图啥呀 嗨我呗 上次不是没害成吗 接着嗨 你这脑子是不是还没好利落了呀 上回要不是人家你能活着回来吗 你不早就那个那个那个啥了吗 我那啥呀我还能啥呀 我告诉你 如果小鬼子来了 谁他娘都走不了 你不为你自己着想 你也得为你那帮兄弟着想嘛 你小子别给我提那帮兄弟 一提我就来气 上次要不是你 小鬼子能杀我那么多兄弟啊 告诉你这事我给你记着呢 不信是吗 不信老子走 你给我站住 把话说清楚再走 哥 你就信他一回吧 我看他不像骗人的样子 他不像骗人的 我像骗人的 你是信他呀还是信我呀 我不是信他 我是信这个李 我 你说你这 你过来 你当着外人的面 给我点脸面 你说 谁说了算啊 你这这反正我不管 咱们躲得要初一躲不了十五 既然小鬼子送上门来了 那就跟他们干 干死一个够本 干死两个赚一个 好啊 六爷 六爷 有种 既然你这么想杀鬼子 咱和伙一块杀 我有一计 保准把小鬼子全部弄死 什么计 空城计 你小子跟我玩三十六计呢 我就怕小鬼子没来 我这让你给我弄空了 我凭什么信你 小鬼子要不来 你就把我活埋了 哥 四娃和伙一碜 德轻 胖子 教你 我这就算是不是 都不见 π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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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